纽约市官员3月31日表示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正在向纽约市派遣250辆救护车 约500个紧急医疗技术员和医护人员 以及85辆冷藏卡车作为临时太平间 市长白思豪在新闻稿中表示 已经有100辆救护车抵达 将提高在医疗机构之间运送新冠病毒患者的能力 并协助消防局应对创新高的医疗急救电话 在疫情期间 该市的紧急情况管理系统的医疗电话数量 比正常的每日通话量激增50%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区域负责人托马斯艾森表示 该机构正在将冷藏卡车运往纽约市 作为已故新冠病毒患者的临时太平间 白思豪市长的女发言人劳拉费叶随后证实 该机构将派出85辆卡车 艾森表示 军队还向曼哈顿医疗检察员办公室派遣了42个人 那里急需帮助 据悉 该机构使用先进的法医学 为家庭、社区和刑事司法系统进行独立调查 当被问及麦迪逊广场花园是否将改建为临时医院时 艾森否认了这一说法 白思豪还表示 该市正在为死亡人数急剧增加做准备 白思豪称 到目前为止 我仍然担心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在4月 而实际上是5月 我向您保证 4月将非常艰难 我们必须说 所谓的复活节之前 一切恢复正常的预测 对于纽约市来说是没有办法的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称 全州至少已经有1218人死于疫情 消防局敦促纽约人仅在真正紧急情况下才拨打911 那些生病的人应该打电话给医生 并可以致电311寻求与医生联系的帮助 入车 感谢观看